这个行迹可疑的男人刚刚庆幸自己成功过了机场安检 下一秒,机场的一只服务犬就开始对着他的行李箱狂叫 安检人员打开了男子的包裹 里面的东西让所有人都吸了一口冷气 行李箱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狗狗就像是上帝安置在人间的小天使 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治愈着人们 而且随着生活的不断提升 人们还把狗狗分成了不同的种类 除了宠物犬 有些狗狗还被培养成治愈犬 专门陪伴患有心理疾病的人 还有的狗狗被培养成了服务犬 比如导盲犬、警犬等等 尤其是警犬、军犬 它们一直奔走在衣线 不怕苦、不怕累 今天要讲的就是关于一只服务犬小英雄的故事 这个男人正在跟同伙密谋一件大事 那就是偷运 这能让他们挣一大笔钱 男人仔细检查着这些海洋生物的品项 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 他想自己很快就能大赚一笔 这些钱足够他挥霍很久 男人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受保护的海洋生物打包好 然后装进自己行李箱 再用几件衣物掩盖好 他想要通过飞机 把这些受保护的海洋生物偷渡到其他国家 几个小时后 男人拖着自己沉重的行李箱 鬼鬼祟祟地走到了机场 看着机场内人山人海的大厅 男人更加谨慎了 他环顾着四周 生怕被机场的安全人员看出什么 见没有人注意到他 于是他强装镇定地拉着行李箱到柜台办理登机手续 他先是将机票跟身份证件交给了机场的值班人员 检查完证件后 值班人员询问男子是否办理行李托运 面对值机人员的注视 男人突然变得特别紧张 他擦了擦自己额头上冒出的冷汗 结结巴巴地表示需要 值机人员非常疑惑 又问男人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男人赶紧表示自己没事 他不想跟值机人员过多地纠缠 填完拖印信息之后 就拉着行李箱去办理托运了 看着正常经过安检的行李箱 男人松了一口气 当他以为自己万无一失的时候 意外出现了 只见一名安保人员牵着一只服务犬 走到了行李传送袋旁 狗狗仔细地检查着每一件行李 寻找里面有没有什么伪劲的物品 不愿放过一点蛛丝马迹 行李有很多 出来的也很快 狗狗平稳地站在传送袋上 不急不躁 依次对每个行李进行检查 遇到有问题的行李箱 他还会招呼旁边的安检人员 将行李拖下传送袋进行检查 而且狗狗的速度很快 他快速地检查完一个行李后 又跳到下一个行李箱旁边 一看就是经常这样做的老员工了 男人看着传送袋上 渐渐靠近自己行李箱的狗狗 刚刚放下去的心又提了起来 他在心里祈祷 自己行李箱内的东西千万不要被发现 然而 当认真的狗狗嗅闻到男人的行李箱时 发现了这只行李箱的异常 他用前爪扒拉着男人的行李箱 又仔细闻了闻 他竟然闻到了生物的气息 这让他有些不安 他确定行李箱里有异常后 狗狗朝一旁的安检人员大叫起来 安检人员被他的叫声吸引过去 狗狗跟安检人员示意 他想让安检人员检查一下这个可疑的箱子 安检人员看懂了狗狗的意思 赶紧将这个行李箱搬到了一旁的空地上打开 然而 箱子打开后 里面的东西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吸了一口气 箱子里堆满了用一次性塑料盒子 包装起来的受保护的海洋生物 塑料盒子上还贴着密不透风的胶带 狗狗急忙用前爪将盒子往外扒拉 他此刻非常担心这些被封在盒子里的小海龟们 安检人员见狗狗如此心急 赶紧帮他把盒子都打开 解救出了这些被困在盒子里的可怜的小家伙们 被放出来的小海龟们 看着将自己救出来的狗狗和安检人员非常激动 由于塑料盒子里实在是太狭窄了 根本没有足够的氧气 此时 它们全都张着嘴巴 大口地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 看着这些被救出来的海洋生物 狗狗非常高兴 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它庆幸自己发现了这些小家伙们 没有让它们落入坏人手里 周围的乘客和安检人员 看到了狗狗拯救这些保护动物的全过程 都开始为它的英雄事迹鼓掌 狗狗扬起了自己的小脑袋 接受着人们的称赞 似乎它就是一个小英雄 狗狗很喜欢这份搜查伪禁品的工作 它让它充满成就感 安检人员将救出的小海龟们 放入了一个纸箱子里 这些小海龟有大有小 品种也不一样 安检人员将缠在小海龟身上的胶带 撕了下来 没了胶带的束缚 小海龟们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机场的安检人员通过行李信息 和登机人信息 锁定了这个偷渡保护动物的男人 男人此时正强装镇定地往机场外走 他一边寻找人流量大的地方 一边躲避正在搜查的安检人员 然而还没等他跑出机场 狗狗就顺着行李箱里 衣物的气味找到了他 安保人员成功将 行迹可疑的男人抓捕 狗狗又立了大功 机场的工作人员为这个英雄狗狗感到自豪 他不仅仅拯救了这批受保护的海洋生物 因为警方根据男人的供词 找到了他的同伙 避免了更多的保护动物 被犯罪组织偷渡到别的国家 那些被救出来的小海龟们 被机场的工作人员交给了野生动物保护机构 机构里的专家们开始对这些小海龟们进行检查 专家表示 幸好这些珍贵的保护动物被狗狗及时救了出来 里面还有宾威的珍贵品种 一旦被男子偷渡成功 后果将不堪设想 看了上面的故事不禁感叹 与人类相比 动物也拥有非常专业的技能 而且他们还拥有纯粹且动人的情感 这些温暖的爱不仅能够拯救其他动物 也能够跨越物种 感染到善良的人类 动物之间尚懂得互爱互助 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对家庭和社会 多一份感恩 多一份温情呢 当然 我们也要善待小动物 这样他们也会用善意回报我们 可能对动物来说 人也许是可怕的捕食者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动物也需要人类的帮助 而人也会展示自己的善良 人与动物之间的羁绊是确实存在的 而这种不需要语言传递的信任 就像故事里狗狗通过自己的动作 安检人员就能明白他的意思 或许这就是人与动物之间最好的羁绊了 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家园 也是动物们的家园 所以人们更应该爱护动物 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